这个是整个产线相当于是来料的一个第一步 当我们的站点有了任务需求 它会叫料 备料开始了以后 就按照这个工序的这个要求 将我们的物料先齐备好 在这个地方放好之后 站点正式开工 它就把物料送出去 您看它是由1234有4层电缆组成这个是对应的工序名像这个对应的是电缆的这个插头号工人化就有4层的这个电缆组成这个对应的工序名像这个对应的电缆的这个插头号公人化就有4层的电缆组成这个是对应的工序名像这个对应的电缆的这个插头号 按投影的仕途进行装备作业即可 我们以前可能这一个模块就需要 在这个模块干过的一些 有经验的一些老师傅去执行 或者是以老代新的模式 然后这种的模式新人也可以去操作 它就是点位太精确 那每个站点的固定的设计的工作时间 就是1.5天 那么1.5天之内如果这个工作完不成 那意味着就是有后面的产品就上不了线 影响整体产能的一个实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